清明連續下期 全台各地都持續間接性的下雨 不過提醒的是呢 從今天傍晚開始 冷氣團也會跟著報導 北部將變得更為濕冷 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 低溫下探到13度 冷氣團要到下星期一 白天才會逐漸減弱 估估在明天清晨的低溫 北台灣低溫有機會到13度左右 那沿海空曠一帶 是有機會再更低一些的 那中南部地區的話 低溫大致上會是在15到17度 冷氣團要減弱 將會是在禮拜一的白天之後 所以禮拜一的清晨 還是比較偏低溫的一個狀況 北台灣這幾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雨也一直下下停停 降局發布了大雨特報 西半部跟東北部的低溫地區 要小心淹水 山區要嚴防土石貪方 北部低溫將下探到13度 高溫也只有17度 中南部也會降到三四個 也會降個三四度 所以提醒您要注意保暖 因為第一次的下雨 在問三四個 它是期待的 你不可以等到 這下雨 谢谢观看